他free上门跟你show 这个坏了你不要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TV 另外他们还要给你5块钱 你爽啊 大家好 我是Gamayaan 欢迎来到Heal the Earth 做给地球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环保资讯 是关于e-waste的 今天我来到 在Clang Valley 其中一间 show e-waste的单位 它叫做 E-Waste Recycling Through Heroes Heroes就是在看着的你们啦 如果你也有 不要了的一些 电子产品 从小小的到大大的 都可以拿到了这边 你可以亲自拿到这边 甚至是call他们 上门 pick up是免费之余呢 而且每一个物件 还会给钱你 reward你哦 还不错吧 接下来我们来找 这边的负责人 Calvin Hi Welcome to Earth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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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一下为什么 我选的Earth这个单位 来拍摄 首先因为我在我的公司 Astro 到处是看到 有相关的一些资料 因为Astro 是有跟他们合作 所有的员工 如果也是有e-waste的话呢 也可以放进某些桶 在一个角落 然后他们定时 也去那边收的 对吗 那今天我就来到他们 Center 这个Center呢 都是主要是做collection的 叹当 来到他们的 所谓的小货仓 这个就是每一天 那些萝里 在不同的地区 去收回来的这些 Electronic goods 然后他们就会聚集在这边 你们在分类 大多数我们有收 各自各样的 Electronic item 好像 Printer Fan Keyboard wire 电视机 都关你们的事 有用到Battery的东西 就是我们有收 可是呢 所有的观众们 你们至少要收集 三样的 这个电子产品 他们才会上门手啦 你不要小小宝贝 你call他们 这样子就浪费车油 也是 蛤 所谓的污染的一种 有什么东西你是不收的呢 就是 Cardboard啦 Aluminium啦 书啦 纸啦 衣服啦 那些旧的 Furniture OK 基本上 你们有WhatsApp number嘛 对不对 对 大家 就是可以WhatsApp他们 然后可能先拍那些 你想要给他们的东西 Recycle的东西 So 他们再给你知道 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会收 这样子了 对 而且很特别就是因为Earth它还会给你 Rewards的 他们有一个Red Card的 OK 比如身后这个TV 坏了的TV 我们会给你5 ringgit的 reward 它Free上门跟你说 这个坏了 你不要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的TV 另外他们还要给你5块钱 爽哦 其实主要都是鼓励大家也谢谢你 不乱丢 因为这些所谓的E-Waste 是对环境污染非常严重的东西 对 大家都明白啦 因为里面很多电子的成分 尤其是如果Battery的话 它里面可能有一些液体啊 Nithium或者是那种粉末的东西 都是有毒的 就进了我们的土壤 基本上到最后 嗨到就是我们自己啊 话说其中一个目的 我来到这边也是要买电脑的 因为他们有卖二手电脑 对 就是因为他们这边 修好了 就是Monitor也是有 Laptop也是有 修好的都有 有放上网卖 有放上网卖 你们应该也是有做一些慈善 可能捐出去还是怎么样吧 有我们有捐去学校 还有爱哦 话说这些修好了的 比如CPU电脑PC这些 会卖多少钱呢 大概两百多块 两百多块 外面要卖多少啊 如果是新的 如果是新的话 应该是要四五百 至少便宜一半 对 和一些学生 然后B4D的群众就非常的适合 首先大家知道 Earth这个单位 它其实就是一个 Collection Center 或者是Collector 因为他们这边Collect过后呢 还会有其他的单位 跟他们回收 去不同的地方的 因为毕竟一部电脑 里面很多parts嘛 对不对 对对很多parts 所以他们Dismantle了 他们会分类起来 就是另外一些工厂 会做的东西 对 另外一些工厂 也是有另外一些的 来生这样子的所谓 只不过说 我们就不方便过去拍摄 我们就来到 The Collection Center 这样子 所以总之 你们不会的东西 就交给专业的 好不好 又可以有reward 真的是不错哦 记得这些电子产品 不属于土埋场的 我们一起来 对环境减少污染 谢谢你Kevin 谢谢 想了解更多威恩的分享 记得点赞收藏和加关注哦